来 掌声有请我们时尚最猛小道具 出场 来 跟着我走 跟着我 好帅啊 好 立定 好 向左钻 上左钻 你看 我就考验你们一下 有的人就晕了 这有一个 对呀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呀 怎么还有外国小朋友 你是怎么 好可爱啊 你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name 我说的是英语吧 是 what i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拜拜 拜拜 你要干嘛 爱你 我喜欢你 让我幸福一会儿 好挑战规则 二十个圆台之上 分别占有二十名角色扮演的小朋友 每两名小朋友穿着打扮完全相同 评委将随机安排二十个小朋友的站位 陈彦通过他的技能 识别每个小朋友的服装造型 然后两两配队 若将十组完全配队成功 挑战才能成功 挑战者有三次调整的机会 我的天哪 安静 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扮 这要求挑战者拥有通过声波反射 辨别物体不同材质的极限能力 对此毫不知情的陈彦 能够精准辨别出 这微乎其微的差异 完成本次挑战吗 要把你一样的形摆在一块 怎么可以 哇 那可怕 那可怕 我觉得太狠了 这狠不可能的 这是升级挑战 真的 这不是升级挑战 这是终极挑战 太可怕了 陈彦 吓我一跳 我的眼罩呢 眼罩在这里 但是李博士说 他要检查一下你的眼罩 好 我问你 对 因为他说这个眼罩啊 造型啊 和他平时看到的 那个普通的不一样 李博士 来来来 主要是这块 他有没有什么 说句实话呀 他是没有视力的 这个眼罩是他自己要求 就是 好像是和健全人一样 但他没有视力 看得见吗 完全看不见 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了 李博士已经确认了 这个眼罩没有问题 来 陈彦 我交还给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我还是用我的方法来辨别他们 你向老师关一下扩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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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狠了 站在第二排第四位的小友同 是陈彦碰到的第一个与之前小朋友造型相同的 这名小朋友的出现 意味着本次难度升级的挑战才真正开始 他能凭借敏锐的声纳能力识别出来配对成功吗 这有四呼 跟前面的 你要老师给我一下音箱 哦哦哦哦哦哦哦 第一排的第二个和这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这真怎么 就想不通 对呀怎么 真是想不通 真是匪夷所思 这也就是又穿着衣服 又拿着衣服那位 第二排的第三个 跟这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小朋友你这衣服也不是自己的 太不合胜了 第二排的第二个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小朋友 跟第一排的第四个是一样的 把你们家水壶拿出来了 把你们家沙冰踢出来了 确实戴着个什么呢 没有一样的 廖老师关下音响 这小朋友我似乎是听到过 这小朋友我似乎是听到过 挑战的规则是把装扮相同的小朋友 两两对应地找出 但是陈彦并不知道 其中有四名小妖童的着装相同 只是被篓中暗藏玄机 他在之前的声纳辨别中 已成功挑选出两个 现在面临第三个同样扮相的小妖童 他将做出如何选择 太难了 小妖童老师 哎 他们两两一样 他们两两一样 两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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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童老师 不能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三个 你确认你之前碰到过同样的吗 对 肯定碰到过 还是两个都挑出来了 哇 哇 好 但我告诉你 他们两两一样 但是我可以先把他 为你先 暂时挑出来 暂时归为他所说的那一类 好 来 截至目前 场上二十名小朋友 还剩十一名 着装相同的四名小妖童 已成功挑选出三个 陈彦能精准地辨认出 剩余的小朋友 挑战成功吧 一排第三个 跟他一样 好 这个 跟 第四排的第一个是一样的 第四排第二个 所以这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陈彦用此生超伤的 升纳变别能力 有长工配备无阻 面对最后一名小妖童 他却迟迟辨认不出来 他能挑战长工吗 两两一样还上一个 往哪配对去啊 你要把这关下音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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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两一样 两两一样 我认为在场上出现了 四个一样的 四个一样的 哇 四个一样的 就是刚才你找到了三个一样的 对 这个跟那三个是一伙的 是 但是他们两两一样 他们两两一样 我把他们四个再叫上来 好吧 四名穿着一模一样的小妖童 其中两名背楼装的是塑料水壶 另外两名装的是铝制水壶 隔着背楼去辨别水壶的材质 这像几乎不可能的挑战 陈彦 他能成功吗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不可能啊 这怎么会不一样呢 完全按他们的服装和装备 两两一样 有不一东西的 我就估计啊 有没有的 我试着啊 你能分辨出哪个是外国小孩吗 不行了 分辨出了 够像了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背楼 两个没有 但是我没有想到四个都有 让我无从下手了 我觉得我输了 小妖童的辨认又过去了二十分钟 陈彦通过声波 辨别出背楼里水壶的材质 到底是塑料的还是铝制的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挑战 陈彦能挑战成功吗 最后我发现微乎其微的发生不同的反射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不一样 进一步地找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看不到这个世界 但是我也要很好的生存 所以每次我都要坚持 坚持 我知道了 在我面前的这两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那两个小朋友是一样的 为什么 我通过他们篓子里背的东西的材质不同 陈彦完全挑战正确 这两个小妖童背的是塑料水壶 而另外两个小妖童背的是金属水壶 挑战成功 我是一次又一次被陈彦感动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在挑战什么项目 而是向我们呈现他这四十多年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谢谢 谢谢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谢谢 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今天能考虑能到现在这个地步 谢谢 真是让我们太震惊了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的是 其实这过程当中 陈彦你也有对自己特别没有把握的时候 可是整个过程当中 你表现出来的态度 却是格外的轻松 你是为了让我们看吗 还是你为了暗示你自己 你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这是我生活的一个态度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我总是遭到别人的排挤 说我是一个麻孩子 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瞎子 但是姥姥总是说成功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过程 所以我的这前半生一直在享受过程 在我的世界当中听到的世界也很美丽 是不是 她需要消费 她需要身费 还需要抵达 bajo